飞夺鲁定桥为何国民党没有炸断铁锁,而只是拆了木板。 25000公里的红军长征,经历了三年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虽然条件十分的艰苦但是,红军也是创下了四渡赤水飞夺鲁定桥,抢渡金沙江等一系列的战争奇迹最后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也成功的转移,并保存了实力逃脱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也为后世留下了长征精神飞夺鲁定桥。 是红军长征中最昭明的一场战役。 当时的红军刚刚经历了强度大渡河,卓定桥作为唯一一条铁链桥被国军占领,这桥下的大渡河河水穿击,但是,当时仅有几只小船要攻数万人的红军过河,最少也要一个月后面又有国军紧跟不舍,于是领导人便下令决定要夺取卢。 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卢定桥仅仅是剩下了几根铁链,但是红军战士们凭借了自己的毅力,也是成功的夺得了卢定桥。 但是当时的国军有时间拆桥上的木板,为什么不直接炸毁铁链这样一来就把红军完全的阻隔了关于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的猜测。 但是这其中的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标签,飞多鲁定桥,红军,国民党,炸断,木板。 当时的国民党派了整整两个团来参与防守工作,据当时的守军川军营长回忆他们接到命令, 说有一个国民党的自卫队需要过河,等到他们过了河之后再炸断铁锁客舍还, 每每等到自卫队来红军,便先来了前一天的红军,还在120公里外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便靠着草鞋徒步地赶到了这里, 而且当天夜里还下个大雨丝,好也没有影响红军的步伐, 于是之前在安顺长渡河的红军开始配合作战枪林,弹雨打的国军是猝不及防。 这时的国军当然想要炸毁铁链,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当时他们面对着枪林,弹雨也不敢出来, 于是便只能不停地扔手榴弹,大多都扔进了河里都是杯水, 车薪红军也凭借着自己的英勇在湿滑的铁链上面行进, 冒着随时掉进河里的危险成功地过了桥国军的人也没想到, 在这么危险的情况,想红军还能继续行进。 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更没想到的是,红军能在雨夜里, 行进120公里的路程真的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非夺卢定桥, 的胜利是红军长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胜利, 同时国民党军团大大的低估了红军的能力, 因为凭着天险就可以轻易地取得胜, 那结果验证了狭路相逢勇者胜, 红军这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将永远地激励着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